Hello,大家好,我是肥貓 在看完上一集東京藥妝大比價後 我們要開始賞風的行程 今天要介紹四個東京都心內有名的賞風景點 全程地鐵可到 可以很悠閒方便的灌完 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我們今天的行程如下 先由品川座山手線到澀谷轉車 再由澀谷轉東京Metro半長門線到半長門 半長門站附近有兩個紅葉名所 靖國神社與北之丸公園 觀賞重點為靖國神社的黃金銀杏 與北之丸公園的皇家楓葉 再由九段下搭Metro到四之谷 轉Metro南北線到居入 六億元就在居入車站的旁邊 目標為正午才看得到的血之楓葉 再回去搭Metro南北線到范田橋 步行到小石川厚樂園 有獨特的庭園造景可欣賞 推薦的景點彼此距離不遠 全程地鐵可到是適合帶小孩與長輩的悠閒行程喔 出發前要先Check當天的紅葉狀況 我試用過很多網頁後建議使用 紅葉明所得紅葉狀況 這樣就可以避免目的地紅葉還沒變紅 或者落葉一地的狀況 半長門站下車後往北走就可以到靖國神社了 靖國神社的黃葉主要是在第一鳥居與第二鳥居之間 如果從正門進入 可以看到靖國神社的第一鳥居 這裡就是台灣某某名帶常來抗議的地方 過了大鳥居就是靖國神社的外園 外園有兩排銀杏並墓 樹林已有140年了 表參道中間是日本陸軍創建者的銅像 今天銀杏們真是黃得不像話呢 再來我們要從靖國神社走到北枝丸公園 兩地距離不遠走一下就到了 北枝丸公園是日本皇宮的一部分 公園的西面有230顆紅葉樹與2000顆落葉樹 通過田安經過日本舞蹈館後往右手邊走 就可以看到許多紅葉了 園內千百株楓樹一片火紅 過去是只有房家才看得到的景色喔 滿天星星般的紅葉 就算掉落地上也不損其他的美 配合纏纏的流水深 真的讓人覺得心曠神怡 再來我們要拜訪的是賞豐名所六億元 六億元就在居入車站的旁邊 是江戶時代大名庭園的代表之作 命名字古今和歌集 序中提到的和歌六種形態 最新的日本天皇年號 令和也是出自漁和歌喔 六億元的楓葉集中在庭園北側 除了賞葉楓 正午來也是日本第一的楓葉絕景 這裡有協力透紅的楓葉 如碧玉般的清澈 由於賞豐是由下往上看 陽光由葉被透出 楓葉如同燈籠般透出陽光的顏色 它有著極高的彩度與透明度 第一次看到真的非常令人感動 中央全時有很多人駐足攝影 只為將風速與湖面的倒影記錄下來 再來是要去另一個東京賞豐名所 小石川後樂園 小石川後樂園在梵田橋車站北邊 楓葉集中在紅葉林與通天橋附近 楓葉印著池水也很美喔 小石川後樂園興建於西元1629年 一直都是德川家康後代的私人休息庭院 庭院造景設計 從甲山、河流、湖水、紫災等庭院規劃 則是融入當時中國明朝的思想 稱為洋溢著中國趣味的深山幽谷 裡面有蓬萊達、杜月橋、西湖堤、小廬山等中式造景 本集就在東京美麗的紅葉陪伴下到了尾聲 給您日本各大景點的交通移民工略 歡迎訂閱 我們下週見